卫报在星期一说 按中国说法被捕开来杀害的41岁英国商人海武德 他的母亲安打破沉默发出声音 要求中国政府表现出同情 给予他们家帮助来结束其噩梦海武德 而事件爆出之后 海武德事件爆出之后 其家属三间齐口很少对外表态 根据报道 这个海武德的母亲是说 他的儿子去世了 而海武德的孩子们一下子失去了经济来源 他并且还说 他一开始并没有表态 是因为不想让中国当局难堪 但是后来北京当局对他们家属的合理要求 置之不理 他才忍不住再度的发出声音